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记载在耶利米书的第十章 我要读第十七节,然后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受围困的人,当收拾你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 二十三节 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至极 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耶和华求你从宽惩治我 不要在你的目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 愿你将愤怒请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 而不求告你的名的各族上 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了,而且灭绝 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章 我们发现先知耶利米一直警告百姓 但是也知道百姓性格上的这种顽固 不愿意归向上帝 他也知道上帝的惩罚即将要来临 北国有一个极大的军队要下来攻灭南国慈烈 可是到最后他还是仍旧向上帝祷告 说求你从宽惩治我 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 从先知的角色,他俨然是代替百姓向上帝祷告 在这边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带导者,一个角色 这里有几件事情与大家来分享 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的一个带导者 第一个,带导者的态度是不要为着带导的思想反复缠绕 当我们学习交托的时候 就不要在心里面不断地反复去思想这个需要 反而变成一个忧虑 一旦学习带导了 你就把这个忧虑就交托给上帝 第二个,带导者的心理本身也要保持安息 意思就是说 我们相信上帝是垂天我们的祷告 带导者不是被呼召要做救世主 而是要把这个需要带到主的面前 代求呼求上帝的帮助 只要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样的忧虑就给卸下 主耶稣说 凡劳苦丹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得安息 第三个,带导者的态度 就是要相信祷告有果效 雅各说,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如果我们带导本身又带走怀疑的话 不要期待上帝要听你的祷告 因此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反腾 第四个,带导者的担子是轻神 二是容易的 千万不要让别人的重担过度压在自己的肩头上 带导者本身我们也是学习 不要过度地承担别人的责任 第五个,带导者要不住地宣告主的应许 和天父的祝福 一个忠心的带导者 很容易过度地忧愁 其实我们要学习 宣告上帝的应许 主耶稣说 如果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 同心合一的 奉无的名 向天父上帝全 主必应许 第六个,带导者本身 也要加倍地亲近神 我们是一位上帝的仆人 你必须常常地赞美上帝 读祂的话语 常以感恩归荣耀给上帝 身心灵常常保持乐观的态度 喜乐 我常说一个基督徒 非常容易被辨别 他是不是一个健康基督徒 就是他是不是喜乐 生命是喜乐的 面容当然很容易被人家感受到 他是喜乐的 第七个,带导者本身 他是一个灵性的圈位者 不是个定位定罪者 即使我们为这个带导者本身发现 他是一个有犯罪的人 可是我们要学习用温柔的态度 劝为他 而不愿意随时去 任意去定他的罪 第八个,带导者口中要常常充满感恩 赞美跟鼓励的话 我们言语充满激励 造就的话 品格上要乐意活出 诗比寿更为有福 浩利敏,纯公义的心 第九个,带导者本身 也要学习常祷告 不住祷告 凡事祷告 也就是说 带导者本身 这个人 他就是喜欢祷告的人 而且在祷告当中 自己常常与神亲近 因为他知道 与神之间的祷告 就好像呼吸一样 与上帝无所不谈 无时不谈 无处不谈 愿上帝祝福你 在你在为别人带导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学习 在祷告当中 与神亲近 阿们